歡迎收看 來自新一世之洋鬼日文館 我是童彤康 前幾天有人在土耳其拍到 四架軍機互送一個 外型相當怪異的一個飛行器 揚藏而去 就像這樣 我們是截土 所以才截到兩台F16 其實是有四台 跟著這一台 有人看有點像龍頭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 一個飛行器 那現在這個人類的 跟外星人關係已經好到這樣 大家一起飛 是這樣嗎 今天我們要聊一聊 如何跟外星人搞好關係 搞好關係以後 搞不好就會有一些 新的科技要出現了 來 有請怪物公主 飛歐納 飛歐納 哇 我的水 大家好 我就是和怪物關係很好的 菲歐娜公主 什麼 我也是怪物 亂講 怎麼會是怪物 人家只是忘記化妝 因為昨天晚上人家老公太... 不要講這個了啦 他說美國為了搶月球 神秘基地的 跟外星人打好關係 竟然花費大把金錢 要重返月球 好評哥哥這次從心腔帶回來 據說是外星人傳說 他的神秘舞蹈喔 很多人都想見外星人 但是美國現在一個人 被外星人他會狂肯張 煩得不勝其擾 講到這個 我明晚也被我的老公 史瑞克煩死了 康哥 你要幫我主持公道喔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好消息... 那個帕塔亞那邊打電話來說 希望聽得去表演 來 這個 終於美國說要重返月球了 這個之前那個登月 真的那麼興奮 突然斷絕了這麼幾十年 為什麼呢 據說啊 聽說啊 可能啊 他們是為了要搶先 跟隱藏在月球基地的外星人 先打好關係 是這樣嗎 馬爾格 歐巴馬在2010年 宣布放棄探月計畫 歐巴馬說 我要在2020年登陸小行星 2030年登陸火星 他在佛羅里達州設立了一個 登陸小行星的實驗基地 設置了一個登陸火星基地 我們放棄月球登陸計畫 好 那中共跟俄羅斯就說 好你美國放棄我來登陸 對好 本來已經沒關係了 2011年宣布放棄喔 2011年9月8號 突然間 他發射兩枚探測器 跑去月球去 你放棄月球了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發射兩枚探測器 跑去月球呢 而且我告訴你 他這個任務的名稱 就其人疑鬥 是 他用了聖杯 這叫做聖杯任務 哇 去了之後 這兩個探測器在月球上 軌道繞了一年 NASA突然給人家說 沒電了 那沒電怎麼辦呢 我要把這兩個 砸向月球 它已經沒電了沒用了 我就讓它砸向月球 那NASA還做了實況轉播 但是砸向了月球 砸向月球之後呢 大家就 好啊你砸了 就沒有太理它 是砸了就砸了 砸了 結果NASA現在宣布 它要花一千零四十億美金 一零四十億美金 重返月球 二零一八年 他們要重新登陸月球 這就起人疑鬥了 國家情報局就有問題 你在月球發現什麼 好 它就看 把以前所有的問題 全部翻出來 看看什麼東西 所以促使美國人要重返月球 找到了二零一二年 聖杯任務砸下去的東西 找到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來 這是美國當初 聖杯任務要砸的時候 NASA正式的新聞稿 他說 我們墜毀在月球 北極地區的環形山附近 由於該處地處背光 處於陰影地帶 地球上無法觀測到 第一個疑問出來了 他說他這兩個 為什麼要砸向月球呢 他砸向月球的南極 看他 他認為南極有水 他砸個大洞 那塵土飛揚起來之後 他去觀測 裡面有沒有水 結果你居然去砸到 背面 背面 這什麼態度啊 對啊 你不砸要觀測 看它有沒有水嗎 結果你告訴我說 你無法觀測到 因為砸到背面 注意月球是不轉的 背面常常說 是有外星人的 你砸背面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疑問出來了 你砸背面 第二個 那就是說 你既然砸了背面對不對 你砸得給我們看 砸出來有沒有水 結果一砸出來 是說砸得這樣子 一個砸在這個地方 一個砸在這個地方 結果經過美國國家新聞報 拿去給真正厲害的專家做 這黑的部分不是天然黑 是美國拉薩把它塗黑的 對 這第二個疑問出來了 你為什麼要砸到月球背面 你為什麼要把它塗黑 好 第三個來 這也是拉薩的新聞稿 他說 他說兩具探測器 僅由洗衣機一般大小 不會造成大爆炸 不會造成大爆炸 結果 他們最後的身影出來了 我告訴各位 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最後去撞的時候 撞的時候 那個是他們的爆炸 我告訴你那個爆炸大到幾點 我跟你講小康你們大家看 他能夠照到月球的這個邊緣 就代表它很遠很遠的地方造 你這麼遠看月球 它那個爆炸點 絕對是比台灣還大的一場爆炸 一定的 那你發新聞稿說 它不會大爆炸 就前後矛盾嘛 前後矛盾 所以就是說 這是要至少核彈 才能大爆炸 核子爆炸 對 核子爆炸 我跟你講我是有完整看 實況轉播的影片 那影片那個 它那個拉薩還沒 炸的時候 每個人還跳起來歡呼 結果找到真正證據來 這個 大家要看清楚 這是NASA的研究中心 上面有清楚的研究中心 看到沒有 結果他們就發現一個關鍵事情 你要把它拉到這邊來 注意喔 這邊有關鍵的照片 這個關鍵照片就是 他們要去炸的那個地方的 關鍵照片 結果美國國家新聞報 居然用真正的專家 把這一部分給它放大 放大 放大 解讀出來 嚇到 來 我們來看 這是他的手 看到沒有 這是他的手 看到沒有 對 手臂 他的手臂 把他這個 壓的這個照片放大 突然間發覺 有一個外星基地在那邊 長方形的耶 長方形的外星基地 看到沒有 方方正正的 方方正正的 他壓那個地方 你先看手臂下面的小地方 有沒有看到 是 然後他把小地方放大 他們轟炸的地點 是有一個外星基地的 他就把它炸了 他就把它炸了 他瘋了 月球背面 有一個外星基地 是 他拿核彈去炸它 這個像不像 星際大戰的電影情節 不是 你去挑釁 你等一下捅一個馬蜂窩就完了 對啊 我告訴你 美國國家新聞報拿到 最機密高等的資料 說這個炸上去 火光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煙層飛起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外星人有防護罩 跟ID4一模一樣 沒炸到 你在防護罩外面 放了一個煙火 你聽懂的意思沒有 是 就是說 美國人觀測到 居然核彈打下去以後 沒有任何煙層起來 代表說他跟ID4一樣 他是有個很大很大的防護罩在那邊 是 你核彈大概更沒炸到 所以 發現防護罩就覺得 不行喔 還是交朋友比較好 所以 所以美國人先怕火 所以他在2018年要重返月球 花一千多億 不是 第一個 去解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是道歉 一去就舉公 那是放煙火 你誤會了 不是要炸你們 第二個 他怕 老共跟俄羅斯 也要去登陸 搶先 搶先 然後先交朋友 先交朋友 而且還擺到 那老外 那美國 不是我 我是來跟你一起 我跟你一起 所以美國居然在這麼窮 美國現在很窮 沒錢了 他花一千多億美金 2018年 又重返月球 所以美國國家詢問報 就把這些線索 這些資料 全部裝起來 把在今年突然把它 砰 像核彈一樣爆出來 是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看美國人 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覺得NASA裡面 還是有些人有良心的 故意 故意透露一些消息出來 沒有...他們其實是意外 他不曉得 他不曉得 你可以做到這種事情 因為這張照片 他沒想到大家會注意到 那麼小的細節 對... 這個你放心 好 哥 你要幹什麼 剛剛好 去月球 叫做登月艇 是 英文是 所以說康哥想要去月球 你是鼻塞的 這個就是要有鼻音 對 對 他不是 哪有鼻音 哪一點 一點都會進 今天氣變化比較大嘛 然後感冒 康哥去月球就要登月艇嘛 那康哥如果想要潛水 就有潛水艇 那康哥如果跟我一起來錄 來自星星的 你需要什麼挺 什麼挺 不是 來 很見 對 你沒有很押韻 你要比較長 這個 這個不要很押韻 這個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登輝哥跟我講的 爛透了 他覺得很... 請鬼拿藥單 很爛 王登輝 很爛 來 新疆有一個薩滿叫 對 他們有一種舞蹈 就剛剛已經提到 但是舞蹈可能是跟外星人 有溝通的一個功能 請問一下 浩平哥 薩滿叫是什麼 薩滿其實就是英文的 薩滿 現在我們通常講 比如巫師 或者一些祭司 通常就用這個字 但事實上 它是一個古老的在 應該是我們中國大陸 北方的西伯利亞 蒙古 新疆 中亞這一帶 特別是東北以前古老的 女真族滿族 他們這一大片的地方 都信這種萬靈崇拜 多神教 但是他們是崇拜一個 好像大地或者宇宙創造的母親 但是呢 我們先來講講看 新疆這個地方 事實上它就曾經 如果說我們現在說 跟外星人最有關係 就是隕石 在新疆北部的清河 曾經在它的北部西北 那不是流星雨 那是巨大的隕石雨 流星人你看得很美 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個大隕石 所以那掉下來以後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們推估大概 等於說歷史紀錄上 1920年在這個西南非 就是納米比亞 發現的那個60噸的還要重 但光是那邊 大概世界前幾大的 都在那邊發現 像世界第三大的32噸 也在那邊發現 是1898年就掉下來 是 那但是掉下來 這不稀奇 我要給大家看幾個圖 是 是掉下來的這些隕石 當地的這些古代的薩滿 傳統的這些 你說它是巫師祭司 或跟天地溝通 或者跟外星人 有連結的這些人 他們居然在上面畫很多圖案 像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涅鐵隕石 但是 這麼大 很大對不對 但是光是隕石 說實在就已經很稀奇了 更稀奇的是 這隕石上還結合著古老的岩畫 隕石上有著古老的岩畫 究竟藏著什麼樣的外星秘密呢 你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頭這樣子 大大的 最主要奇特的是 好像只有一隻眼睛 獨眼的 當然我們到現在 並沒有任何考古出土的資料 可是 為什麼他們看得到 畫得出來 所以在這些隕石上面 事實上畫了好多奇怪的東西 還有像這一張 這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 它還畫了很多的動物 那完全就像 小康你記不記得 美國是不是常常有很多牛羊被 特別是牛被吸走 吸走 我們把它統一來講 好像在做實驗 好像是把它吸到空中以後 掉下來 所以這張圖很清楚 這邊是一隻 非常清楚 這一隻正被吸走 對 正在被吸 然後有的更懸在半空中 那如果你想像一下 一個飛碟落在上面的話 那還真的是有一種 吸到上面的那有力量 對不對 還有這個不同的形貌 所以這個也被當地稱為 露石 因為那邊的牛 羊 鹿 常常就會被 就是感覺被吸走的情形下 被畫下來這些圖案 所以叫露石 也叫露石 這些古老的傳說 那麼我們就集中到 就在伊犁附近這個西伯族 伊犁 新疆伊犁 新疆伊犁 但是這邊的少數民族 有一個族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主題 就一定要提 就是跟這個薩滿漢 傳統古老的 好像這種外型傳說 最有關係 叫席伯族 席伯 不是那個席伯族 也不是你責那個席伯 席伯 是那個金銀銅鐵錫的席 阿伯的那個伯 席伯的伯 席伯族 但是席伯 席伯 你知道它其實是哪個音 席伯 鮮卑 鮮卑族 其實它是鮮卑族 武胡亂華 這大家還有印象 對不對 什麼匈奴鮮卑 截堤槍 這武中間有沒有鮮卑 鮮卑 鮮卑當時是整個 現在的西伯利亞 中亞再到北亞 包括我們的東北 全部示範圖 現在變得小小的席伯族 東北跟西北友 但這個地方 其實你去看貝加爾湖旁邊 像布里亞特 那個薩滿的跳舞 他們最厲害的是舞蹈 你說是不是去表演 不是 他的舞蹈就是一套經文 舞蹈是經文 對 而且舞蹈 就是在呼喚他們遠古 來自天空的那一個母親 是 那麼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照片 其實就是他們的薩滿 薩滿的這個古老文化 薩滿他們在記的就是 他們的這個母親之神 叫做伊桑豬媽媽伊波耶 這名字很長 伊桑豬媽媽伊波耶 對 為什麼要記這個母親 因為其實在北魏有一位軍王 那個時候還是五胡亂華 我剛剛講 匈奴鮮卑劫低槍的時候 有一位叫做托巴結墳 那個墳是三年水 那個山西不是有一條 墳河還有那個 這個就是那邊很有名的 一個古老文化 它那個結是炎字邊那個結問的結 托巴結墳有一天 他在散步 忽然從天空看到一個華麗的車子 還是華麗的一個頂蓋 在上面漂浮 然後慢慢下來 下來的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你現在這樣聽起來 感覺都好浪漫 但她不是綠色的 不過今天今天很漂亮 今天很漂亮 今天為什麼胸部座這麼大 好看 我們可以聊點正經的 是 因為她一直在後面盯我的 因為她一直在後面盯我 我不能忽視她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仙女跟她說 她說我是上天來的 我要跟你結婚 結為夫妻 那結為夫妻 天下掉下來的禮物 那當然 欣然成婚 沒想到第二天 成婚第二天 這個仙女就說 我要走了 我要回到我住的那邊 在天上 就是一夜春宵 當然那個細節 在史書裡面沒有寫 但是史書寫的 我現在講的是歷史 是 大家在亂講的網路的謠言 而是第二天 她就說你第二年再回到這邊 你來等我 這個拖八結婚 當然買想念這個仙女 所以她就 第二年她就到那個地方 很守信用 又看到華麗的 其實就無限想像飛碟 因為閃閃亮亮 是不是像閃的光一樣 然後慢慢降落下來 那仙女又下來了 這次不一樣 手上抱了一個小男孩 抱了一個男孩 她說這是你兒子 這就是你的兒子 然後大家就愣著 這是我兒子 一天馬上 這也滿好 馬上現成就抱了兒子 然後當仙女走了 但是這個人 就不能小看她 事實上她 在她這個薩滿的傳統下 那就要特別看看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圍裙 圍裙 這是一個圍裙 但不要小看這個圍裙 它上面每一塊布的顏色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來講 它代表一種光譜 它甚至是代表的跟宇宙不同星系 連結的一個摩斯密碼 那經由他們的那個檢測器 一掃描 所有的訊息都在裡面 所以這些也是一個經典 而後來呢 這一個小孩 當然他就是被賜予了 像這樣的一個 像龍袍一樣 人家是黃袍加身 這個是圍在腰上 當然還有一個袍子 那麼他的名字叫托巴利圍 你知道他活了104歲 在那個年代長壽耶 最重要的關鍵是 為什麼說上天派這個所謂 外星混種人到地球來幹嘛 其實原來好像是有祂的使命 就是結束五胡亂花 所以祂是真的 救星來了 把剛才講的那些 亂七八糟 一大堆的匈奴鮮卑截低槍 亂七八糟的部署 全部統一 統一以後才有了位對不對 這個人就覺得很奇特 他一定跟外星有關 但是在他之前三個月 三國時代事實上也有另外一個人 就呂布 其實他曾經西良來攻 因為你想那個時候 已經五胡來亂華了 三國時代 就很多胡人就開始 一直醞釀到後來 那當時他是一個人 單挑人家的主將 我想他有雷射槍 他們就說他 在那麼多歷史記載 你有沒有聽過他的爸爸是誰 媽媽是誰 都沒有 只知道董卓是他的乾爸爸 對不對 而且他很厲害 他能夠就是把當時一個大將 大將軍紀臨 他那個年輕 一把可以把他提起來 力大無窮 對 力大無窮 還有也有智慧 然後非常的有力量 還有就是董卓 我們也知道 最後其實他的使命 好像就是來結束 那麼 所以呂布搞不好也是個外型 他當時 最後殺董卓怎麼殺 別人怎麼刺都刺不進去 董卓那個盔甲很厚 他是整個刺穿 把董卓刺穿 所以他那把是雷射槍 搞不好那還會發光 像星際大戰的那個 時光劍 那個時光劍一樣 那接下來當然 我們就要把大家直接帶到 既然講的鮮卑族 這樣偉大的歷史 所以您有去過 有 當然要去 開玩笑 一定要去對不對 這個地方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先飛到烏魯木齊 再飛到伊犁 伊犁以後 到這個地方叫查布查爾 這個查布查爾 是全中國大陸 當然他們所有五十六個民族 對不對 五十六朵金花 其中唯一的 席博族的自製的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查布查爾 伊犁的查布查爾 請看 讓我們來看看 他們也這個 教我他們的薩滿 你有沒有看 我穿的那個圍裙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光譜一樣 光譜二圍馬 其實我們連我們戴的帽子 都是跟天地在連接的天線 他們都講 他們跟祖先在太空的聯絡 就是靠這個鼓聲的節奏 還有手上的拿的這些法器 這些法器又像杵 又是一個鼓 然後呢 同時呢 我們頭上的帽子 這個封頂的就好像是 天線 天線一樣 所以我們都是天線寶寶 然後呢 尤其是你如果看我在轉身的時候 你看到我的袍子 我們的袍子上掛了很多圓圓的銅牌 那圓圓銅牌待會兒到馬上要轉身了 有沒有看到 那個銅牌像不像我們講那個 雷達是不是要反射 接收器 你到五谷那山上看到 對的那個淡水河 那好多白色 這白板在幹嘛 你到這個新竹 竹東的樂山 那邊的雷達站 這個圓圓的一塊一塊反光板 好像就在接收某些訊息 你再看 我們是不是背上的那個袍子 還有我身上那個 所謂像二維馬的這個布條 然後尤其這個舞步 節奏 聲音 就像是不是一個外星變種人 在跟他的 他那個偉大的母親在聯絡 那你說這個偉大的母親 一桑豬 媽媽一波爺 那麼到底傳下來哪些的知識智慧 只是很可惜 大家曉得現在已經很多的這些文化斷層 也沒有這些文字能夠記錄下來 就靠他們叫做口傳歷史 歷史歷史的歷史 可是他沒有想到原來他的音樂 舞蹈 甚至他的服裝 擺飾 裡面都是蘊藏的這些 古老的文化 古馬的訊息 所以我們真的不能再用那種 地球人的角度 他們是席伯族 他們是席伯族 全是席伯族 就所謂的仙卑族 這些影片都太難得了 對 接下來很多人都想要見到外星 但是呢 卻有一個人見到想吐 他覺得太多了 為什麼呢 我們從頭開始講起 是 你先看 他第一個他就講說 我在五歲就看到 一個女的外星人 他那時候不知道那個叫外星人 他只知道他跟人家不一樣 四根手指頭 給他看這個光球 那是什麼光球 他也不懂 他跟他講 你長大以後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為你非常特別 而且你的心電感應 是地球裡面最強的 那他也畫出 他所看到的其他外星人的樣子 那些女的 對 這些都是女生 而且都是四根手指 注意看 他的手指只有四根對不對 對 他再大一點他才終於能夠畫出 原來跟他講話的這一個 就是女的外星人的真正的長相 其實也滿好看的對不對 但是 除了這個鳳眼有點嚴重之外 其他都還好 那等到他現在差不多 他現在差不多四十多歲 他在十幾歲的時候 你知道 兩千年的時候他開始看 看到你知道他每次開車 就有這個東西跟著他 這什麼 對 他住在克羅拉多 他在公路上 他都不止一次了 這光影就跟著他 他說你只有他看得到的話 他鬼扯對不對 不是 後面車都看得到 而且我跟你講 他看到大到像這麼大 本來是這麼小 本來是小小一點 後來變這麼大一點對不對 然後到所有的車都停下來 跟著他停下來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實在太大了 所以他說沒有辦法作假 這件事情是真的 他自己畫出 他自己畫出 真正的這個 跟著他的UFO 的樣子是這個樣子 他說別人看不到 可是我看得到 就跟那個四根手指頭的 外星人跟他講 你長大有很重要的任務 他到現在為止 還是不知道他有什麼任務 好 科學家覺得他的 電視台都找到去訪問 就覺得這個人的經歷太奇妙了 訪問了半天以後 然後那個專家就說 來...我給你催眠 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這個 就是這件事情的重點 為什麼 真的是重點 這個是什麼圖案 就是他在第一次回溯催眠的時候 他馬上畫出來的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沒有人能夠看得懂 好像數學公式 很像數學公式 對 帕平哥看出來了 其實這是一個數學物理公式 真的喔 對 是一個物理公式 然後這是什麼公式呢 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 元素115的公式 什麼叫元素115 你的名字不錯 元素115很像夜店 不是 那個跟R18還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 元素115什麼意思呢 自然界存在 存在98個元素 到現在再加上16個 可以在實驗室裡做出來的 所以總共有114個元素 那元素115到現在為止 是不存在自然界 可是可以從實驗室做得出來 有四個元素 113 115 117 118 這四個元素叫做超重元素 什麼意思呢 它在實驗室裡 一秒就不見了 它叫做反重力跟 時空扭曲的原料 反重力 這樣的元素 用在哪裡 UFO身上才看得見 對不對 他就想說 為什麼講這個是重點 你知道史坦 你知道他的學歷只有多少嗎 小學六年級畢業而已 九九成發表背不起來 他可以寫出這個 可是 他發表這個 也就是說史坦發表的時候 是2002年喔 元素115 什麼時候才發現 2003年才發現 比專家還要早發現 而且後來專家證實 你說的這個圖 就是元素115的圖啊 在看左下角的那一個 很奇怪的左下角 左下角那邊那個 那個好像很奇怪的 這樣子一個 有一點 有一點就是說那種 這個很奇怪的符號對不對 這是 這個符號 可能一般人看不懂 對 結果天文學家也看出來 他說你知道這個 是什麼符號嗎 就是告訴你 這個地方叫做 獵戶座的腰帶上 又是那三顆星 對 獵戶座的腰帶上 泡民哥把我們解密了 告訴你 元素115很可能 也就是看到他的這些外星人 來自於 離地球一千五百光年的 獵戶座上 Orient Orient 所以科學家開始相信 史坦不是胡言亂語 然後史坦還不只 不只這樣子講 他說我跟你講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拿出這個東西出來 這什麼東西 這大家一定看得 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什麼東西 他說他一天早上 他起來一覺醒來 就發現身旁 其實這個東西非常小 比指尖還要小 這叫B 這個元素 一個叫B B就是牽的代用品就對了 也就是反磁性最強的 他可以做化妝品 很多東西 也是外星人太空船上 重要的元素 所以他竟然 他說拿這東西給我幹嘛 他說種種東西 都是在暗示什麼 暗示史坦 接下來他要進行 什麼樣的任務嗎 不只這樣 還要給他一個什麼 微型的電腦晶片放大 這大概放大到了一萬倍 微型的電腦晶片 這東西地球上沒看過 專家到現在解釋不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不知道 好 因為他在內波拉斯加 受了這麼多的打擾之後 算...我搬回老家 叫科羅拉多 搬回去不久之後 他家外面就發生這個東西 大家仔細看 就把這個畫面拉近以後 你會仔細看到 他這下面有個 就是說 就等於是好像被... 有沒有 那個圓圈對不對 對... 右上角那也是一個圓圈 就是他 右上角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 就好像有被高熱去曬過那種感覺 這個有點像有沒有那個... 廣島不是核... 那個原子彈爆炸那個人形 瞬間印在那個木頭上面有沒有 很像 第二天就有兩個人 不是外星人 地球人 第九人打扮跟工人一樣 就把這個整片都換掉 換掉 換掉幹嘛 要把這個東西毀式滅機他帶走 然後他說 你們來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房東叫我們來了 說你家東西... 你家的牆被燒到了 就要帶走 後來他知道那兩個人是什麼人 政府人 軍方派來的人 他試圖想要去撿一塊來留著 要幹嘛 要拿去化驗 不行 就不行 全部被那個軍方給帶走 他就曉得說 他不是被外星人造訪而已 連美國政府都盯著他看 監視著他 對 監視他 好 專家說 我在你家裡開始裝什麼 裝紅外線探測器 也就是紅外線攝影機好了 他常常拍到這樣 突然有一個小頭 就出現在這樣 他說... 他說我跟你講 他兩個眼睛耶 兩個眼睛 對 但是這個人 外星人 小灰人 不跟他講話 也不跟他暗示 什麼都不說 反正他也習以為常 他也不奇怪 他的攝影機還拍到一個 這個大家就看不懂了 這什麼 這什麼 好 拉近一點 這什麼 拉近一點... 飛碟 就是小灰人的眼睛跟鼻子 這是什麼 他湊近那個鏡頭這樣看 對 湊近來看 那個小灰人 故意鑽過來看 好 這些事情 他都拿上去 他就在他的社群裡面公布的時候 好 第二天馬上就有人來了 又來了兩個人 這次不是工人的 這次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進門就獨打一頓 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石潭本人 被揍過的那個樣子 石潭毆打後 對 把他獨打一頓 打他幹嘛 他說 你要是再給我亂講話的話 下一次就不是這樣 他說他真的 他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 他今天一直遭到外星人 他覺得他的生活不堪其擾 到一種程度 然後外星人到現在 還沒有交付給他 他常常挨軍方的揍 跟軍方的跟肩跟釘燒 他都得不到答案 接下來這些還有很多就是說 他常常在廚房裡面 就會有一個小灰人就 冒出一個頭來了 但冒出一個頭他也不怕他 還有這一張 這一張他說 他已經認得出來了 這一張是最好笑的 因為這張叫做外星人爺爺 小灰人爺爺 因為這個人比他所見到的外星人 都老得多 他都可以分辨年紀 他說這些人的年紀 都是用千歲來算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從獵戶座來 要一千五百光年 要用... 我們這算是跟地球 算最近的大行星團了對不對 一千五百光年 這個人叫小灰人爺爺 連他的年紀他都認得出來 然後他家裡發生一個怪事 說什麼 我把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兩椅 搬到那上面去 哪裡搬得上去啊 怎麼搬上去 用廳紙也搬不上去啊 鄰居說 史坦先生 你吃飽沒事幹 把兩椅搬到屋頂上去幹什麼 他說沒有啊 我自己二座聚的 其實我跟你講 這外星人幹的 又賴到他身上 他沒有試幹 就是說昨天晚上 幾個外星人有坐到上面乘涼 就對了 對 弟兄 椅子滿好坐的 這放平衡不容易 他說那麼高 我一個人 我怎麼拖得上去 我們家都女眷了 我真的 我被人家看作神經病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覺得說 實在太奇怪了 然後他們在國慶煙火節的時候 別人都拍不到 他拍到什麼東西 他拍到一個光球 不是 月亮 大家不要搞錯 仔細看 底下有一些奇怪的 放大 放大 仔細看 小灰人 對 日常遭受外星人入侵的史坦先生 在舉國寬同的日子 又如何遭惡者呢 然後他們在國慶煙火節的時候 別人都拍不到 他拍到什麼東西 他拍到一個光球 不是 月亮 大家不要搞錯 仔細看 底下有一些奇怪的 放大 仔細看 小灰人 對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小灰人 無時不刻跟著他 所以這個小灰人 真的是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小灰人在他家 他都得不到安寧 連看個國慶煙火 有這麼多的人來陪他 連辦個討論會都有 都有外星人 在旁邊大家仔細看 仔細看看到他 他的高倍速的那個可以 就是說他的光圈可以調很大的 也跟著他 他說我跟你講 他的一生 他後來是 他這所有的這些故事 他都完全都有記錄下來 包括我剛剛跟你講的 他自己 還有很多 他曾經畫出來的一些方程式 那專家都看過說 他畫的一些方程式 連我們專家都解不開 可能在未來人類的智慧可以解開 但是這絕對不是他編造出來的 就是史坦非常驚人的故事 對 你不是要教英文單字 對啊 你在幹嘛 偷窺狂 偷窺狂 Pipping Tom Pipping Tom 你知道這是一個傳說嗎 在英國安格魯地區有一個公爵 那公爵夫人叫Goudaiva 就是知名的巧克力 真的 真的 他那時候因為他老公 對他的市民很壞 都磕種稅 然後那些市民就覺得很可憐 就去跟Goudaiva那個夫人講說 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求情 因為這樣子我們生活會很苦 然後那夫人有一天就想說 不行 我要幫他們討回公道 他就跟他老公講 不要這樣子做 老公就耐不住性質 就最後就說 那不然你明天去市集 裸上身騎馬走一圈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我就不加種稅 結果隔天 他老婆真的這樣子做了 那些市民大家就是決定 為了尊重他 然後大家就相約不出門 然後不偷看那個夫人的裸體 結果就有一個叫Tom的裁縫師 他偷看了 所以這個Tom 他就變成是偷窺狂 批評Tom 不是 這個美國學者 經過催眠研究發現 其實那個混血人 有跟... 換一些混血 對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的 Tom University的大學教授 他是歷史學的教授 叫David Jobco 這個教授呢 他有出兩本書很有名 各位看一下 他是研究所謂的混二代 就是外星人跟地球的混種 包括在催眠的時候 說出了這些外星人長相的研究學者 這兩本書呢 一本就叫做Secret Life 就是這個外星人的秘密生活 揭秘 他另外一本書就是綁架 外星人綁架 那個外星人綁架 他幹什麼呢 即使外星人智慧那麼高 他綁架幹什麼 他不是 他是要混種 把他們優良的基因混到人類來 他認為人類的基因 有些缺心 有些不好 他不需要人類的這壞的基因 所以他混種 把我們的基因提升就對了 那麼他剛剛幹哥提到的 那一位老兄呢 他也是這個教授 就是他催眠對象之一 他總共催眠150個人 那麼他抓出共同特徵 就是被催眠 後來講出來 畫出來這一些 有共同特徵 譬如說他小時候曾經被綁架過 那麼他長大之後 就持續不斷被綁架 或者被綁架的人 他可能他的爸爸或媽媽 或者雙親兩個都曾經被綁架 那麼他被綁架 另外一個共同特徵是怎麼樣 或者從牆壁這樣穿透過去 甚至直接我們家裡的這個 屋頂就不見了 就飛作河 對 那另外一個特點 他說他接觸外星人的時候 都不用講話 外星人不講話的 對 很多人都這樣講的 對 感應 就是用這個所謂的這個 心靈感應 心靈感應或心電感應等等的 這是共同特徵 另外呢 如果是女性被綁架的 共同特徵 會被植入胚胎 因為外星人下一代 混種嘛 因為下一代 所以這個圖片呢 就是外星人長相 被催眠的150個人之一 他想出來的 共同的 外星人寶寶長這個樣子 他頭大大的 大頭大頭 身材小小的 神尊光滑 就好像幹哥提到的 小灰人這個樣子 所以外星人第一個特徵 眼睛很大 另外一個更恐怖的 他們有講出來 他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在小房間裡面看到什麼 混種的胚胎 這一個人呢 你看一下 就是眼睛大大的 有沒有 三角形的頭 那他形容說 他們就進到一個 秘密的這個房間裡面 看到這個配種人 那旁邊有胚胎 這個胚胎式 好 那各位看一下 這更奇特了 這曾經有一個被催眠者 他提出 因為我們想說 這個外星人綁架人類 做什麼用呢 因為他不需要去做實驗 科技這麼進步 他只要這個所謂的 心電感應 或這個控制腦類 人類的腦就可以溝通了 為什麼這樣子 其實他在做一種叫 催眠取精 取人類的精子 取人類的精子的時候 要製造優良的胚胎 有外星寶寶 那他為什麼去綁架人類呢 他不是 不是說一定要研究人類 而是訓練他們混種的外星人 他怎麼學習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地球上 讓人類沒辦法發現 隨便吃啊 融入我們的社會 融入我們的社會 所以他擋架是要 教育或者是培育 那這個就是他們所的 混血計畫的第二種 就是你看一罐一罐 好像我們以前看到外星人 電影裡面嗎 電影 不是 常常有一管一管 有很多人 原來蟲卵這樣 對 一管一管 你看 現在就是在 市管裡面培育外星人 一管一管的 另外 給各位看一下 全家福來了 這個第一排的 全家福來了 第一排的 對 第一排的 第一代的外星人 第一代外星人 都是比較矮小 頭比較大 皮膚光滑 灰色小灰人 對不對 不高 那麼眼睛 各位看一下 第二代的眼睛 都是黑色的 也很有這個 很有研究 為什麼呢 因為紫外線很強 你看我們眼睛 他們做不了這個 太王的紫外線 戴墨鏡 自備墨鏡 那皮膚為什麼 這個光亮的呢 因為反射 輻射反射 所以皮膚灰色的 各位看一下 第三代 第二代就比較高了 身高 因為第一代大概都是 一百六十公分 一百五 一百五左右 你看到了最後呢 這個第三代 身高高了 一米七 一米八了 那各位看一下 他們混種有螳螂人 你看跟螳螂一樣 眼睛那麼大 還有蜥蜴人 蜥蜴人 混種出來的 那麼各位看一下 那兩個男女呢 眼睛是藍色的 就剛好幹哥提到的 藍眼的灰人 外星人眼睛藍的 就像那個誰是閉眼的 閉眼的將軍 閉眼將軍 對 如果我們從眼睛來看 藍眼的 還有剛剛這個 貓眼的 你看喔 像那個螳螂人 是黑眼對不對 防紫外線的 但是那蜥蜴人跟其他的 像貓的貓眼 因為他要晚上看得見 對 夜視功能 好了 那美國有外星人 外星人人妻 成立了惠蟹寶寶社區 方便他們的外星爸爸來 他們是瘋了 對 而且你不要想說 是一兩個 就這種比較奇怪的人 這樣自己在幻想組成的 這個其實是由來已至的 這種所謂的 混血寶寶的社區 裡面的這些人妻們 所謂的人妻們 說實話人妻們 其實就是跟這所謂的 外星人有產生過一些 親密行為以後 有懷了外星種的這些人 他們所共同聚集的一個社會 裡面大概從十九歲 到六十歲的人都有 那一般來講 他們之前是完全基於保密心態 不過跟他也大概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個社會會對他們有些歧視 但最近就真的有兩位 真的站出來說 你們不要再污蔑我們 我們真的是真有歧視 而且我們這個社區 真的就是為了要讓 我們以後的外星寶寶 要回來看我們這些媽媽的時候 可以被受到一個 良好照顧的一個環境 所造成的 那哪兩位出來 這個所謂的控訴呢 你想到應該很奇怪的一些 怪怪的一些人吧 結果沒有 是一個二十七歲的 尼爾森就是這位 還滿漂亮的 對 然後再一個二十三歲的 這個雅魯娜 非常漂亮 都可以 我都可以啦 對 又漂亮又正常 而且感覺不像是那種 感覺是說有點精神病 或說有點自我幻想這種 完全是第一個 非常健康 第二個非常年輕 第三個外貌較好的女性 居然站出來說 你們不要再來騷擾 我們這個所謂的 混血寶寶的社區了 那大家就一站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很好奇說 那你們這個混血社區裡面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到底是怎麼跟這些外星人 產生一些親密行為 進而生下這些混血寶寶的 然後甚至他們就會畫出說 當時他們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說 一陣的這種喜悅 明明有時候他們說 而且是通常都是 非常突然 就產生了親密行為 貓眼 貓眼 對 然後這個就要畫出 他們這個寶寶的樣貌 而且這個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雅魯娜 二十三歲的雅魯娜 他說他有生了三個 而且生了三個以後 其中一個還留掉 然後因為生了這三個寶寶 他原來正常的感情生活 然後家人也不諒解他什麼 所以他沒辦法知道 這個搬到這個混血車區 然後他們講說 當時的狀況是 他在上課上到一半 忽然就看見了一個像 綠色爬蟲類的人 爬到他旁邊 蜥蜴人 對 然後馬上就是在課堂上 就馬上直接進行了 這個所謂的親密行為 直接進行完了以後呢 马上隔了幾天 他就感覺到 他的卵巢一陣陣痛以後 肚就大 大了大概十幾天以後 就看到這個 類似跟這個爸爸非常像的 這種所謂的這個爬蟲類的人物 就把他的這個小孩取走 取走後就帶到上面去了 所以就再一次 所以懷疑取才十幾天 十幾天就非常非常快 十幾天以後就把他們的小孩帶走 帶到這個外星船上去 而且那其他人 不管是這個尼爾森 尼爾森更厲害了 他生了十個 他們講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過程什麼 其實都非常類似 大概都懷孕了十幾天 然後產生親密行為以後 而且是非常愉悅的 這個親密行為以後 十幾天他們就把他帶到 這個所謂的外星的這個太空船上 所以這個外星寶寶的 這個社區裡面 媽媽的一個共同點是 他們都沒有跟自己的 親生小孩有見到面 所以他們只能唯一看到就是 畫出他們記憶中的 所謂的他們的 混血外星寶寶 而且還有 這是剛剛我們看到這兩位 還有其他很多在社區裡面 十六歲 十九歲到六十歲的 很多媽媽們都畫出了他們 所以他們當年看到 離開他們的這個所謂 外星寶寶的樣貌 非常非常多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 都有站出來說 這是我的樣子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看 真的是第一個 外星人真的要洗肌的話 第一個真的有挑過 外貌腳好 身材健美 然後呢 口齒清晰 腦袋清楚 所以呢他們進了這個社區 他們最重要的希望就是說 有一天 當這個我們的外星人 能夠融入我們社會的時候呢 希望他們的寶寶能夠降下來 到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混血寶寶社區裡面 來看看他們這些無緣的媽媽 好啦 這個外星人的這個消息呢 跟他們出現的這個 頻率越來越頻繁 希望說有一天 能夠跟我們和平相處 大家成為好朋友 而不要像那個 電影裡面講的一樣 一來就是要侵略我們 今天謝謝大家 我現在別願意 霸帶夢 二人 辮召人 回湾 要安 那 feud 我 我